好 带你来关心天气了 春天天气变化比较快 原本稳定好天气说变就变 中央气象署表示 26号起封面通过 东北季风增强 东半部地区将转为局部短暂正与天气的形态 周三水气减少了 周四周五又有一波微弱封面来报道 到了周末花冬天气才会稍稍的稳定放行 也提醒民众了出门记得要攜带雨具 春天天气变化快 近来天气不稳定 不少民众应该发现这几天室内气温变冷 湿气增加 中央气象署表示 26日起东北季风增强及封面通过 原本花冬稳定好天气将转为短暂正与天气形态 一直要到周三水气减少 周四才会回温 南边上来的空气水气比较多 然后我们地板又比较凉 比较冷的时候 它水气就会凝结 所以我们就会有一种所谓的反潮的天气 所以整个 其实从礼拜六礼拜天 大概整个花莲地区 地板大概都是比较潮湿的 就是我们称为反潮的天气 所以看起来 目前看起来 今天晚上应该这个潮湿 地板比较潮湿的天气状况 大概就会比较明显感染 整周的天气温度的影响 我们可以看到26号这一天开始 我们温度开始慢慢下降 然后到27号温度可能是 其实这周最低的大概温度会降到24度 高温的地方 然后低温大概在20度 低温在今天晚上大概18度 然后明天晚上20度 然后慢慢的整个28号的时候 天气就是慢慢回升 温度就开始慢慢回升 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在28 29 30 31 一号的时候 整个温度大概高温 大概都是27 28 然后低温大概也是在21 2度的天气 所以整个天气在花林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在银风面上面 又吹了比较偏东北风 或是东南风的一个天气 所以整个温度会是 整个天气会是比较阴的时候比较多 然后大概好天气 大概就是在礼拜六礼拜天 是一个多于实寝的一个天气 其实它大概看起来就是 比较偏于阴短暂的一个天气 虽然周四气温回升 但晚间起到周五 又有一波微弱封面通过 东半部有局部短暂正雨发生 周末两天 台湾北部尤其雪季明显 花冬者预计是多云道晴天气 提前民众圈天天气变化大 民众出门还是要期待雨具 记者长包围 华林士报导